2014年 杨阳与曾经的恩师甚至闹到了对部公堂的地步 当时只有17岁的杨阳刚从军艺毕业 恰好《红楼梦》选人 李绍红一眼相中了杨阳 自此杨阳有了她演员生涯的第一个角色 成年贾宝玉 也就是因为这段经历 让杨阳一心地跟着李绍红 因为很喜欢演戏 在这期间杨阳一直磨练演技 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水平 可现实是残酷的 《红楼梦》之后杨阳再也没有展示的机会 给到杨阳的也只有减震其缘的男二 这还不止 杨阳所属公司荣信达 给艺人的工资很少 宣传费还要从工资里扣 让本来没戏拍的杨阳 无疑是雪上加霜 要说对部公堂的真正导火索 那就是2012年电视剧《花开半下》开拍 本来剧组已经确定 让杨阳出演男主角 因为男主角吃过牢饭 为此杨阳还剃了寸头 正当一切准备就绪要开机了 却突然被通知换男主 把杨阳换成了李绍红的干儿子林申 这个行为举止让杨阳彻底的心寒 有了要离开荣信达的念头 2014年杨阳提出解约 李绍红气得直接取关了杨阳微博 顺便发了一封律师函 没有想到于晓彤不仅转发了 李绍红的律师函 还转发了很多的关于杨阳的黑料 不得不说 这人太会见风使舵了 幸好杨阳在仲裁过程中 提供了许多公司未能履约的实质性行为 最终判定荣信达违约 双方解除经济关系 杨阳终于从荣信达解脱 但事情真的就此结束了吗 不 并没有 2014年杨阳凭借张启玲一决大火 该小说至今都是炙手可热的大IP 她饰演的角色更是整本书的灵魂 那会儿的杨阳名不经传 网友对她骂声一片 不过因此也有了热度 但没有想到的是 年底 李绍红就把该剧的五家出品方告上了法庭 说 未经荣信达同意 选用杨阳出演张启玲 侵害了经济公司的权益 要求索赔900万 见此杨阳第一时间发声 表示在2014年就已经离开了荣信达 出演也是用个人名义参加的 本人行为和荣信达无关 几句话枪的李绍红无话可说 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 李绍红控诉杨阳不懂感恩 但杨阳并没有在公开场合 表达对荣信达的不满 以及回复万恩负义这件事 不过大家都心知肚明 你见过当红艺人出席活动 衣服破了用双面胶粘上继续穿吗 当初杨阳参加三生三世的录业 衣服后面裂开个口子 当时的团队没有任何准备 随便就用双面胶粘了一下 杨阳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试问哪家公司会这么对自家艺人 可能有人问了 出出茅庐的杨阳竟然敢叫板知名导演李绍红 或许杨阳背后有贾世凯的助力 当年欢瑞的盗墓笔记口碑崩坏 却把锅甩给了杨阳 还签出了欢瑞解约杨阳的事 有意思的是 杨阳和荣幸打解约之后 跟没有签约欢瑞 关系就是这么微妙 杨阳到欢瑞是原陈坤经纪人董可言签的线 后来董可言跳槽到欢瑞 顺带挖走了杨阳 但后来杨阳签约的是他如今的大东家贾世凯 不得不说贾世凯的眼光很不错 他的助力换来了杨阳这棵摇钱树 虽然二人也有不愉快 但至少杨阳的事业不如了正轨 迎来自己演绎生涯的巅峰 对此你们怎么看 喜欢本视频的朋友们 欢迎在下方进行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